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夜饭最头疼 最忙碌的还是家里的老马子鸭 虽然每一家的年夜饭菜色可能会因为奇怪的不同而逍遥出路 但是以下这12道菜色却肯定走不了 一起来看看准不准 在进入主题前请点击subscribe红色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您才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影片哟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这一道不管你家里有没有拜祖先 团圆饭桌上就是放在细味的菜肴 大家总会在除夕祭祖 而家庭则是祭祖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 所谓无鸡不成业马 白斩鸡做法大同小异 差别就在每个集罐调配的蘸酱有所不同 有些集罐喜欢用酱蒜加入酱绒做蘸酱 有些则喜欢用生姜和砂格做成蘸酱 风味不同 但好滋味不减 不知道大家的妈妈又是调制怎样的一道调味料呢 今年要吃蒜 这是加油公婆贝团圆饭必出现的食材 搭配一般都是烧肉 吃起来又香又脆 有些妈妈还会加入雅固一起炒 增加丰富口感 蒜与蒜同荫 所以吃蒜也寓意会积蒜 后来也演变成吃蒜 吃蒜来年就有钱蒜的一种说法 而烧肉本来就是活人的最爱 脾脆肉香 烧肉也意义红色赤状 意义新的一年每天都红红火火 是一个很好的芋头呢 有些家庭喜欢做梅菜扣肉 有些则会做芋头扣肉 都是食材上的区别 吃起来也就大同小异 扣肉一般都是把肉蒸 火炖自手透后再把肉倒入碗中 于是便有了扣肉这个名称 最常见的扣肉做法就是芋头扣肉或美菜扣肉 美菜扣肉的菜肉既暖则味咸 芋头扣肉的味道则较有层次 不过重点还是要买到漂亮的五花肉哦 这是一道很多工序的菜肴 如果你家的厨娘愿意做这一道菜 证明她真的很爱你 团圆饭之后 记得帮忙洗碗妈厨房 处一份力知道吗 都说了年年有鱼 鱼在团圆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 蒸鱼也恰好综合了团圆饭重口味的味蕾 但是有些家庭为了将就小朋友口味 会将蒸鱼换成红烧的做法 怎么也好 反正团圆饭有鱼就对了 不过过年吃鱼可是有经济的哟 有些人认为吃鱼不可以吃完 才代表年年有鱼 有些人则认为吃鱼不可以翻鱼 不然恐怕会有翻船翻车自在 农与新年又被称为春节 炸春节的春也代表了春天的意思 所以这道菜又育育迎春节福 春节金黄色的色泽也很好看 放在桌上也特别好一头 不过在马来西亚 其他一些家庭也会用五香肉卷来代替炸春卷哦 量道府是客家第一名菜 常用于招待客人 客家人团圆饭菜必出现的一道传统美食 但是其实广西人也有广西酿豆腐 不过在马来西亚所有的饮食文化早就成为了大杂烩 现在只要是华人都喜欢以酿豆腐为盐叶菜的菜色之一 客家酿豆腐还积极加入马脚鱼 带着鲜甜的肉碎 特别送饭 另外还有一盘生菜包裹着酿豆腐一起吃 想到就入口水了 吃生菜就代表会生财 除了生菜的谐音之外 华人也会在一些菜色中加入卢发菜 义发财 蚝油或蚝骨 义好试 吉辅助 义辅足等 和家欢是一道海南人的炒杂菜 煮法简单也没有什么煮菜 吃炸菜就代表一家能凝聚在一起 象征团圆 和家欢的食材 包括黄牙白 金针菇 腐竹 长蒜 葱 猪肉和虾米 里头的金针菇还会打个结 也一样象征团圆哦 对老一辈的客家人来说 猪脚象征长寿 猪脚外表看起来圆滚滚 简直吃猪脚处 又有一家团圆 圆圆满满的意义 据说以前的海南人会 疏忽家庭 共同养猪 今年时 屠杀成年的猪脂后 大家会抽签 粉猪肉 抽到猪脚的 海鱼一来年 会过个丰收年呢 这一套 其实属于豪华年菜 有些人会加入冬菇 好试 鲍鱼等昂贵的食材 做成一包 其实它就类似 居家检验版的盆菜 猪脚的形状就像钱袋一样 象征钱袋满满 有些家庭的猪脱汤 也会加入白萝卜 白萝卜又叫菜头 又代表好菜头 卤味一直以来是潮桌人的美食 而卤鸭 则是潮桌人 是团年饭时 不可化缺的食物 卤一只鸭 至少都要两个小时以上 重点在卤汁 除了卤鸭 还会有卤猪脚 卤蛋 卤丹服等等卤菜 卤汁下饭或下粥 不需配菜 就可以把整碗白饭 划清粥吃金光了 即使有些附近人 喜欢在厨西叶吃炒大面 类似炒附近面的食物 炒面虽简单 但主要是面条郁郁 长寿的好芋头 烙生一串为七彩鱼生 因为这道美食 是以各种色彩缤纷的食材 和鱼生片制成的 各种食材会被分作 一小堆一小堆 然后整齐的排列在 一个大烟盘上 上桌的时候 加入花生粉 胡椒粉和白芝麻 再淋上特制的酱汁 然后大家就会站起来 拿起筷子 一边把所有的食材 烙均匀 然后大声喊出吉祥语 和各自的新年愿望 与每个人在新的一年 都可以老个风生水起 烙生这个词 其实也是以粤语 意思是半鱼生 烙就是半的意思 每个人在烙的时候 都会把食材高高烙起 烙得越高 就代表越吉祥 来年不顾高生 在说吉祥话的时候 就要以 四季高昂的声音 大声喊出来 最常听到的吉祥话就是 心呀 旺呀 发呀 另外烙完以后 绝对不能空手而回哦 不能立刻收回筷子 记得一定要夹 烙生来自 一以风一足时 烙生原本是在 当年初期 忍着才吃的 但这道大有吉祥意义的美食 在马来西亚非常受欢迎 所以在当年初一前的一个月 不管是诗人聚会 或者是商业 和官方活动 都会以 烙生作为第一道菜 烙生可以一直去世吃到 元宵节 所以每个人在春节期间 吃烙生超过一次 是不出奇的哦 因此一年一次 团圆饭开动前 必吃飞 烙生莫属了 说到烙生 真的没有人会抗拒 不仅美味可口 也捞出个好意头 听见传闻 训言期间 捞得越多 饮趣就越好 所以呢 肉身一定要吃到满 盆菜是研制仪 冬碗饰和香港传统食物 而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哦 虽然盆菜不是春节的印节美食 但在马来西亚 却是非常受欢迎的年菜哦 因为马来西亚华人 认为吃盆菜 有盆满 钵满的意思 一亿来年发大财 赚个满堂红 盆菜是杂汇式的佳肴 而在春节期间 吃的盆菜 都是豪华版的 一亿丰益主食 春节盆菜的食材 包括鲍鱼 干贝 海参 花椒 打虾 香菇 鸡肉 烧肉 鸭肉 白萝卜和打白菜等等 把所有的食材煮走后 再一层一层的铺在一个大雅包里 然后倒入酱汁 继续绘制食材入味 铺食材的时候也有顺序的哦 最低层一定是白萝卜和打白菜 因为这个两种食材 可以吸收其他食材的精华 最后吃的时候就很美味 再上一层就是肉类 然后海鲜 最上层就是鲍鱼 干贝 花椒 和海参等名贵食材 那么多道年夜菜 哪一道才是你的最爱呢 到底要有没有觉得 记忆中的团年饭 年夜菜 总是特别好吃 那是因为这些年夜菜 都是代代相传的饮食精髓 而且也存在了妈妈的满满的爱哟 年夜菜吃什么都好 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 和和气气 健健康康的一起团聚 这里建议祝大家有个平安喜悦的虎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局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